二位好 我問一下小張 如果那個你女朋友 在拍這樣的照片 帶你去現場 行嗎 就你看著他拍 我看著我覺得 可以 你能接受得了 就只要你在現場 你盯著 他也就現在嘴上這樣說 帶大家去的 肯定現場就炸毛了 現場會嗎 我覺得不會 男人還是要面子的 我覺得 他現場會更加紳士 你相信我 因為他有個比較的對象呢 我覺得我如果在現場的話 我肯定不會馬上就發脾氣 或者說有情緒 我肯定會自己控制 而且我覺得我在現場的話 可能相對來說吧 比較容易接受一些 就不至於他後面 就是屏蔽我也好 或者說怎麼 我通過其他方式也好 看到的 你知道就是我們看這個片子 我們都覺得片子很正常 所以他現在對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你對他的態度的問題 就是你有沒有第一時間 通知我 告知我 然後那麼長時間沒有見面 在這個時間節點 你突然爽約 你是不是不太把我放在心上 就像你對他有疑問一樣 你三天不理我 你是不是不把我放在心上 同樣他也有質疑 這其實說大了 是你們之間一個磨合的問題 溝通的問題 說小了就是一個誤會 所以就看你們兩個人 把這段感情在心裡面 放的位置有多重 然後對男生 我想說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你要讓他改變 這個改變一定是他心甘情願的 我自己想要改變 因為我看到你每一次 看到我去街拍這樣的片子 都會很難過 都會很生氣 但你不把這種氣和這種 不滿發氣在我的身上 而是自己忍受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我相信他一定會為你做出改變 你每天說每天說 就是會讓人產生一反心理 再者說你認識我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是做這個工作的 你那個時候接觸我的時候 能接受得了我在做這份工作 為什麼現在就不行了呢 女生的這個心態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兩個人都可以調整 要改變一定是自發性的改變 而不是強迫性的改變 如果是強迫性的改變 那只會讓對方把你換了 好吧 祝你們幸福 謝謝 好 謝謝盛大老師